当幕笔记 那就不得不提一个人,他就是马卫都,马卫都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收藏家和古董建商家,曾在百家讲坛节目中主讲,马卫都说收藏,此外他还是官复博物馆的创始人,马卫都先生几乎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古董和收藏事业。 长期的耳濡目然让马卫都,练就了一双颗眼睛睛,一件文物,别人都拿不准真假的时候,他拿到手上看一看便知其底细。 当然,古董文物总是会和盗墓者联系在一起,对于盗墓者这一特殊群体,马卫都曾经说过这样的话,批开非法盗墓所出动的法律规范不谈。 在某些方面,那些盗墓贼甚至要远远比所谓专家更加专业,走在前列,所以我们不要一味的贬低比一盗墓者,他们甚至拥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方法,类似于咱们中医里说的网文。 问,马卫都先生这么说并不是在帮盗墓贼抬高身价,是确有提示,中国自古以来,盗墓行为就像春草长满大地,也火烧不尽,春风吹有声,当初发现马王堆寒墓时,一批堂古专家说,此处无墓葬,但是有两个盗墓者,却认为有宝藏,于是,二人就偷偷的发掘,被陈列路过的老人发现, 最后被送到派出所,交代了情况,考古专家们这才开始认真对待此事,两个盗墓者还作为向导,和那些专家一起参与考古工作,盗墓者如此厉害离不开望文问,望,就是用视觉感官,去看看当地的地形,山穿河流的走向,就能清楚的知道古墓宝藏的位置所在。 一般情况下,经验丰富的盗墓灾,都懂得中国古代的风水之术,用这个方法屡试不爽。 文,就是他们用鼻子去文从地下带上来的土,是老土还是新土,从而透过际位的差异来判断周围有没有古墓和宝藏。 而且通过文,也能很清楚的知道要打洞的位置和深度,问,就是和村里的老人们交流谈话,来判断当地有没有古墓资源。 很多时候,盗墓者的挖掘工具比专家还先进,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盗墓者有时候走在专家的前面。 但必须明确的是,盗墓行为是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的,同时它也破坏了文物市场正常的秩序。 如果这些来自民间的高手可以和政府合作,那么中国未来的古墓挖掘和文物出土将会走向一个新的高峰。